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爱丽 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爱丽 老话说得一点都不假 是 有钱人也有犯网 可是人家至少不为钱发责 小雅 你自己想想 你要是真嫁给欧阳了 你这后半辈子就妥了 不光你 你爸 咱们整个林家 后半辈子就都妥了 你想想你爸 为了你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了 花钱给你看病 花钱供你上国外读书 到现在老了老了还挤在这破屋子里 守着个破排档 你就忍心让他像现在这样受苦吗 你就不想让婉爷想想幸福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欧氏家族给咱们丢块骨头 咱们林家都能啃一辈子 我说了这么多 你听进去没听进去啊 姑啊 我跟欧阳呢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所以你就不要乱猜了 你们现在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也可以让他变成非普通朋友关系啊 你不是他秘书吗 你抓住机会 老花怎么说的你追男不曾杀了 你别犯傻啊 明白 你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这样 我到了 永远不尽量 我跟欧阳不管是什么关系 跟你都没关系 所以我真的希望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 今天的牛角包 我专门加了新料 给你留留两个 你别忘了吃啊 我上班去 别犯傻 我给你细典 spicy 你的 fato救啊 她的利益 我的错 前面 请 我不是说了以后别来接我了吗 我们家现在不光有我爸 他有一个特别奇葩的姑姑 要让他看见了 我今天晚上又别想睡觉了 什么奇葩姑姑 我多奇葩 你不会想知道的 好吧 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上班 不行啊 怎么就不行啊 这是因为你男朋友 我应该做的不可以拒绝 你手里拎的什么东西 野菜 牛角包 给我尝一个 你以后一定要来接我的话 就再也吃不到我做的牛角包了 怎么这样啊 还说是普通同事关系 明明就是不想帮衬穷亲戚 这没有血缘关系的种 就是不一样 明天别来我家接我了 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送你啊 谈恋爱干嘛偷偷摸摸呢 跟搞低下工作一样 就像我姐跟陈折伤的 就像我姐跟陈哲似的 就像我姐跟陈哲似的 你会感到的 我们可跟他们不一样 我爸昨天说了 坚决不允许郭杰 en Hart Jan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无论遇到什么 无论我爸怎么反对 我都会坚持的 请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了 好了 快点把牛角包吃吧 那我先走了 咱们俩一会儿搬公室见 哎 目前路岛上的拆前安置工作进展很不顺利 大大拖满了整体的项目进度 先前投资入股的两家公司 也都在考虑撤资问题 剩下几家大的投资公司 也都持观望态度 关于长青岛南部地皮抵押的问题 跟银行之间的沟通很艰难 银行方面报酬的抵押金额 只占咱们预估的70% 而且利息相当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整体项目完成至少需要两年左右的周期 我怕到时候整个集团的现金流 会被路岛项目拖垮 目前这个状况 大家有什么看法 刘经理 你的意见呢 李总 咱们新开业的酒店 先前在欧视集团新品发布事件中 起到了非常正面的宣传效果 目前GOP和REPA数值已经达到了集团旗下 经营五年左右的酒店平均值 而且现在依然有增长趋势 我觉得 咱们完全可以等到更恰当的时机 再启动路岛项目 在当下 国内国际上的众多顶级酒店管理集团 目前 纷纷把精力都投入到了陆岛上 据我所知 HG 希尔顿 我们 Starwater 三家酒店集团 已经在岛上投资新建了项目 目前在国内 也有多家房地产集团公司 与我接洽过 他们对这块地皮相当感兴趣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酒店项目 和普通住宅项目 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有抢得了商机 才会赢到最终的胜利 这是我们黎氏集团一贯的主张 当年从一家小小的餐饮店 迅速扩张成国内数一数二的 酒店餐饮连锁集团 进而转入高端酒店领域 靠的就是敢打敢拼 比别人领先一步的战略方针 我说过 资金的问题 我会来想办法 而你要做的 就是抓紧完成轻退工作 我说 陆岛的项目 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按计划进行 散会 小黎叔 需不需要我跟你泼一泼冷水 小黎叔 如果两个人最终不能走在一起 是不是一开始 就不要去浪费彼此的时间 和情感 妹啊 人生在世 结果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都会是死亡 可我们干嘛还要这么热烈地活着呢 因为过程很美妙 况且你怎么就知道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不好的呢 妹啊 如果你不爱她 就尽早告诉她 如果你爱她 那么就和她一起努力 对吗 哪怕最终的结局十分少 也一定会有一个同样优秀的男人 去爱 谢谢你 夏黎叔 谢谢你 夏黎叔 她的话股权就相当于西市了 我怕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些绑匪的目标是欧阳 赎金的问题 我已经解决好了 放心吧 爸 您从哪调来这么一大笔钱 现在不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 喂 陈总 你好 我这边是财务部 那个王总想要一下这个季度的销售报告 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 一会儿找人送我去 等等 你跟王总说我一会儿倾诉过去一趟 我这有啥招待 好的 我知道了 把这个季度销售报告送到我办公室 来 来 王总 陈经理 你说这小事还要你跑一趟 这下面也没干什么一趟 走走走 都是顺手的事 正好我还有个事也给你商量一下 您说 只要我能做到 是这样 我得要一下咱们集团啊 近五年以来所有的财务记录 不是那种笼统的报表 你说的就是账目名系吧 是欧瑞欧总 让我带他取一下 如这样 我让他给你打个电话 我让他给你打个电话 不用不用不用 没那个必要 不就是账本吧 我现在叫人去整理一下 回头给你送我去 好 那麻烦你了 没事 没事 我先去忙了 来 去去去去 你听说了吗 销售部的陈哲 原来跟欧瑞有一腿呢 这种事怎么可能不知道 现在公司里啊 早就传开了 据说啊 两个人貌似在一起挺长时间的 我就说嘛 他怎么能升得那么快 原来背后有那么硬的靠山 那这么说 是陈哲帮上了欧瑞 所以甩了林美雅 不是林美雅帮上了欧阳 所以甩了陈哲喽 那这么说 林美雅是因祸得福啊 嗯 你们俩 上班时间议论领导 有意思吗 问你们话呢 有意思吗 陈经理啊 没什么事吧 没事 您忙吧 好 补总 怎么哪儿都能碰到你啊 进来 换个地儿跟你谈谈 进来 欧总 到底什么事啊 本要来这儿说 这儿多好啊 阳光明媚 絮叶开阔 每天闷在你的办公室里 昏昏沉沉的 带你出来见见阳光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是不是换个角度看世界 整个感觉都不一样 谢谢欧总体恤员工啊 但是我不觉得 办公室里面昏沉 反而是这个地方 觉得有些脚不着地 是楼太高了吧 缺氧 缺氧 我看是因为 陈经理一向喜欢 躲在见不得光的地方 聊天谈事 有点不适应吧 欧总 有什么话呢 您大可以直说 不必拐弯抹角 咱们之间如果有误会呢 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你我之间 不存在任何误会 你所做的那些 见不得光的龌龊事 都是我新年所见的事实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做过什么 见不得光的事 但是既然欧总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解释了 您爱怎么想怎么想 其实你解不解释 我一点都不在意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要搞清楚 你是不是还爱着林梅雅 欧总 您身边的女孩很多 我相信 您是从来没有见过 像梅雅这种单纯 善良不设防的古墓 所以您觉得新鲜 您想玩一玩 我觉得很正常 我也理解 但是 小雅不行 她没有资本 给你玩这个游戏 所以我请求你 放了她 什么意思要承建您啊 林梅雅现在是我的秘书 请你对我的秘书尊重的 欧总 一会儿我送她回去 不劳您费心 我是她的老板 她现在在工作 你三番五次 让我离林梅雅远一点 当她出现危险的时候 你又跑去救她 当她对你百般挽留的时候 你却又毅然决然地 把她推开 能证明这一切的 只有两种可能 一 你是个精神分裂 二 你宁愿放弃爱着的 林梅雅 转而接近我姐 就是把我姐 当成了你成功路上的跳板 你根本就不爱她 你根本就是在利用她 我跟林梅雅在一起二十年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这种感觉就像家人一样 那块广告白倒下来的时候 我只是恰巧路过 看到家人有危险 我相信你也会毫不犹豫地 冲过去吧 至于让她离你远一点 那是因为我要作为前男友 尽最后的义务和责任 毕竟欧总你之前的情感经历 不那么让人放心 还有欧瑞 我爱她 我这么拼命工作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够配得上的 你别做梦了 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我们欧家的门 总有一天 我会摘下你的面具 露出你丑恶的嘴里 我劝你好自为之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告诉你 我跟欧瑞将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那是我们之间的私事 你这种局外人 没有资格指手画脚 有了靠山跟我说话的态度 果然不一样 我警告你 我警告你 离灵妹牙远一点 至于你跟我姐 根本用不着我来插手 莫洋 凡事留一些 日后好相见 万一哪天我真的跟你姐结了婚 在家里面碰上了 你不得叫我一声剑夫吗 你不得叫我一声剑夫吗 还有林美娅 你是喜欢的是吧 那你更要对我态度好一点 毕竟我们在一起二十年 所有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 如果你有不懂的话 可以尽管地问我 我可以大方地告诉你 干什么 放手放手 我告诉你 关于梅雅的一切 我用不着从你的嘴里知道 因为你太脏了 因为你太脏了 你看 我跟他都在一起 拼下 好 我 等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好 喂 你好 喂 是林秘书吧 我是财务部 想问一下欧总下来了没有 二十分钟之前她说要到财务部 为你的一笔临时绩效奖金授权签字 我的临时绩效奖金 是的 欧总说是这次你在出差公干期间贡献突出 特别要求我们主管特批的 林小姐您要是看见欧总麻烦跟她通报一声 没有她的签字我们没法出账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你吓死我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也不出声音 我都不知道 怎么回过来了 我在这儿看你半天了 我认为她的足迹没在乎而已 这个财务鬼真是啊 本来她想给你个惊喜 结果被她提前给去偷 谢谢你 我走 别这样啊 不管你 只是一个谢谢而已啊 那你要想干吗 人家这次出差公干 本来就是贡献突出吧 是啊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本来是想去财务鬼跟你签字 但是我一想 就这么签了那也太亏了是不是 我们好歹你也得签过一个吧 签一个大头子 疼啊 毕竟要签一个 别松开 我脚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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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海了脚海了 你快点 你可以去给我签字 你都说了签一下我就去快点啊 你不用签 你不签我就不去啊 你不让我费了一个费了一个 费了一个 你俩干吗呢 光天化日的也不注意一下影响 现在可是上班时间 李伟伟 你怎么又来给我送饭来了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你可别自作多情了 谁给你送饭 我是给梅雅送饭的 来 吃饭 陈总 没扣 对不起 有事吗 那个财务部把东西送过来了 好 谢谢 没事 喂 陈总 您之前管我们要的那个账目明细 有一年的那个年份弄错了 不好意思 是我们工作上的事物 账目明细 是谁跟你们说我要的 不就是那个销售部的陈经理吗 他刚才来我们财务部说要看集团近五年的账目明细 你们不知道这事啊 我想起来了 我前两天是跟他提起过 那你们把错的账目换过来吧 还有 不要跟他提起我知道账目搞错的事情 好好好 明白明白明白 それ是不是一定要听到的 啦 快 快 喂 还在公司呢 对啊 那我说了 你们家黎薇薇这个时间 不是应该在老店刷盘子吗 怎么现在她这么自由啊 怎么着 我们家薇薇又跑到你那儿去了 过去是给我送饭 现在改给林美娅送饭了 我只有看着的份儿喽 现在我们家薇薇 崇拜的人是人家林美 你不行喽 你没发现 自从薇薇从泰国回来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我感觉她一夜之间 仿佛长大的许多 所以现在呢 我就没必要对她要求 那么严格了 每周一天 去旅家老店帮帮忙忙就好了 梅雅 你快喝这个汤 清热解毒 欧阳这个人 她脾气太败 而且还任性 你在她手底下工作 肯定会受不少委屈的 所以你一定要多喝这个汤 拜火 明天我再让阿姨给你熬乌鸡汤啊 好 过去她最崇拜的人是我 我现在突然就变成了脾气暴躁 还任性 对了 你那个伤怎么样了 放心吧 皮肉伤没什么大事 今天给你打电话 是我一个正式想跟你商量什么呀 什么事啊 这么严肃啊 我呢在鹿岛有一块地 想建议一个以旅游度假为主题的高端酒店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合作啊 酒店 你也知道 欧市除了设计过一些商业住宅项目 从来没有涉足过酒店这一块 董事会那边会不会感兴趣 我也拿不准 要不然你问问我姐 欧锐就算了吧 之所以找到你 还是出于为你的考虑 如果这一次你能够促成我们欧里两家的合作 并且代表欧市集团成为我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我想 对你在整个欧市集团的地位的挽护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吗 好 晚上俱乐部见 好 晚上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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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老看着我吃饭 我都不好意思了 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才对 以前我以为你跟那些爱慕虚荣 一心只想着傍大款的女人一样 后来我才发现 我是一直戴着有色眼睛在看你 而且你还不计前嫌地救了我 我跟你说 咱曼谷我已经跟欧阳说清楚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纠缠她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 郭伟伟 你以后千万别再跑来给我送饭了 太麻烦了 再说 我一个小秘书 坐在这儿吃饭 让老板看着我 这多不好啊 你说是不是 怎么还秘书老板的 你俩还没确定关系啊 欧阳 你怎么还没跟梅雅表白啊 一个大男人怎么那么磨磨叽叽的 谁说我没表白啊 他怎么跟你说的你说我听听呗 李伟伟 这种事有这么打听的吗 我八卦一下还不行啊 你们俩姐妹行神禁锅着聊天了 这么老赛都被耽误了 那你还不赶紧过来加入我们 我们一起吃啊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化干戈为玉博 我真的是打心地里为你们开心 我真的是打心地里为你们开心 这菜不错啊 那必须的 这菜不错啊 那必须的 这好吃 你多吃点 你多吃点 对了没有 晚上我约他哥就完事了 你要不要跟自己下 好 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见了 又是俱乐部 你们一天到晚 打打杀杀的无聊不无聊啊 梅雅 晚上咱俩一起吃饭吧 我想请你吃饭 你有钱吃饭了 那当然 我现在可是财务自有了 那你得请人家吃大餐啊 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那是必须的 梅雅 今天晚上可不行 今天晚上我约了私女了 没关系啊 咱们三个人一起吃呗 你的朋友 那可不就是我的朋友吗 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 快吃 快吃 来 我拿 来 谢谢你 早 吃饭不好好地吃 我玩手机 一头煮 把胃都弄坏了 吃这心心寸真不少 得 不玩了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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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我吃好了 慢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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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慢走啊 小小小小小小 慢点慢点 黄老师 快慢走啊 哥 你看看这一中午 都是旅游网站 你要出国玩啊 正好我最近这两天也闹心 我陪你出国 咱们散散心去 这回不行 你现在得赶紧瞒你点事 你就处理干净了 下回吧 下回吧 哥带你去啊 你有护照吗 没来得自己办呢 你这简直是本末倒置 你得先办护照 然后再看去哪儿玩 说 我呀让小雅去我办 小雅已经那么忙了 你别折腾她了 我去给你办吧 嗯 你把身份证给我 再给我两千块钱公本费 一会儿吃完饭 我就帮你办去 办个护照需要这么多钱啊 你以为呢 那要是便宜了 那普通老百姓说办就办了 跨出家门就出国旅游了 那成 我去给你拿什么人钱啊 嗯 我去找先生 我去找先生 你想要找先生 你现在快要收拾一席 他要费员 我该画什么 我上次来 你生了 他要帮他 我自己想要帮你 他要帮他 他要帮你 来 张华 这是文贞和两千块钱 你收好了 那钱也丢了 你吃完饭就去啊 好 把肉都吃了 好 朱朱 你晚上就吃这个 凑合吃点 从回来到现在 你不见我 你这是躲着我呀 还是什么意思 怎么能叫躲着你呢 这不是在泰国受了一点伤 回来有一堆的事 伤刚好我就来了吗 你来是有什么事吧 是有个事想让您帮忙 别吃这个了 我请你吃饭 咱们边吃边聊 你看着点 我一会儿回来 好好吃 这真的是太丰盛了 真的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早就说过要请你们吃大餐呢 我真的我下辈子 下下下辈子 下下下下辈子 我都没想过 你三个绝能坐在同一桌吃饭 你笑了 思雨 我真没想到 你跟美雅关系这么好 林美雅的好朋友 那也就是我黎薇薇的好朋友 咱俩以后就不计前嫌 也做好朋友吧 来 我的天哪 我是不是眼睛花了 我看到了什么 你们俩握手中十个 怎么能赏了我呢 带我一个 以后我们三个肉 好 好了快吃快吃快吃 三个傻子 薇薇 你是不是也有个什么烧帽太姐妹啊 那天看见的根本就不是你吧 是不是 林薇薇重生啊 过去了那个我 你就忘了吧 行啊你们呀 你是怎么把他们的现在这样的 我什么也没做 谁说你什么都没做 我发烧的时候 你碰碰碰几下 我烧就退了 我被那帮匪碰碰走 又是你解救了我 就算矫情活下来 我也是带着英勇活着 哪能像现在这样 笑得这么无所顾忌 静 笑得无所顾忌 静 笑得无所顾忌 静 笑得无所顾忌 带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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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来 这 来 这 来 再来个 还没痊愈 别上这么大的链 小心上口撕裂 Beau濱 诚 sax 起了吧 好久没链了吧 我退重脑怎么减低了 跟我说说吧 你这个项目打算怎么操作啊 不至于吧 居两下铁耳朵都不好使了 这个项目打算怎么操作 我知道 你们优势集团 咱们在鹿岛和南年的交界处 有一块即将落成的楼盘对吧 应该是和当地政府 合作的四栋两线房 这样 你拿出其中的一栋 给附近的村民作为安置楼 再拿出两个亿的资金 我给你们欧氏集团 整个项目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项目的运作 由我这边来负责 毕竟我们集团 做酒店这一块很有经验 你也知道 当然 项目的监理 可以给你们欧氏集团 你就怎么样 一栋楼加两亿资金 才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你是不是为鬼有点太大了 大了 一点都不大好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 酒店住宅 和普通住宅是两种概念 普通住宅属于一次性投资 而酒店项目 需要大量的资金 来做后期的维护 比方说人员的管理 设备的维护 这些都需要算在 折旧成本里面的 而这些对于你来说 只是一次性投资 身价里都不用再管 这笔买卖 对于你和欧氏来说 非常合算 还有 你们的这个楼盘 据我所知 应该靠南联市比较近一点 我是按南联市 均价一万的价格 来给你算的楼价 而这个价格 已经比当地的售流价 高出了百分之十 积售和不合理